联雅新冠疫苗没有通过EUA审查 联雅生计昨天晚间发出了三点声明 除了表达遗憾 也表示将会向医药品查验公司 以及食药署提出申诉 提议Delta变异株 在与联雅新冠疫苗和AZ疫苗产生的 抗体例价做比较 自家研发的新冠疫苗 没有通过紧急使用授权EUA 联雅生计16号晚间发布三点声明 表示深感遗憾 声明中第一点提到 联雅代号UB612的疫苗 经第一二期临床证实为高度安全的疫苗 可有效诱导T细胞杀病毒 以及B细胞对病毒产生中和性抗体 中和性抗体效价持久 并可中和大多数变异株 尤其对印度Delta变异株 还是保有与原始武汉株相近的 中和抗体效价 第二点指出 食药署直到今年6月10号 才公告以AZ疫苗产生的 对原始武汉株中和抗体例效价 作为新冠疫苗EUA免疫桥接 认定标准 并未考虑到目前肆虐全球的病毒株 已经不是武汉株了 联雅认为疫苗能够产生 有效对抗流行病毒变异株 特别是印度Delta变异株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点表示 全球疫苗专家共识都认为 免疫桥接应多方口量和比较 包括长期中和性抗体例价位 还应纳入T细胞免疫 长期免疫等 也应纳入目前流行的Delta等变异株病毒 进行比较 联雅透露 将向医药品查验公司CDE 以及食药署TFDA申诉 提议以Delta变异株同时比较 联雅疫苗和AZ疫苗 所产生的抗体例价 并以原本的两项统计标准 进行免疫桥接试验 客观评估中和抗体保护力 记者朱凤柱齐昌 综合报道